這次來沖繩拍MV不巧的就遇到颱風 班機被取消 我們都在這邊滯遊了一下下 利用小小的空檔想說可以來開箱一下 沖繩的長崎哥的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但我們現在時間其實有點晚 現在大概只11點多 我們看我們逛會11點 趕快開逛吧 我們要推車吧 來 各位 怎麼好像跟著這樣買喔 不是 是應該還跟著這樣買 沖繩片 會不會有一些沖繩限定的東西啊 我看等一下會不會失心瘋了 沖繩紅的 應該買一個 買小的喔 這邊有一些沖繩限定的頂竿 像沖繩的鹽巴蠻有名的 還有沖繩的苦瓜也是超級有名 你買一個這個試試看 只有我 你覺得這個很好笑嗎 它是長的蠻好笑的 黑的那個獵人 喔 白色獵人 他是黑色獵人 他是紫玉的耶 好像可以喔 沒有在看價值 我沒有看到 會不會有 真的嗎 是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太誇張了 沒有尺度很難 歡迎光臨 3碗嗎? 它酒精濃度跟40% 我都可以來評價看看 等一下 我走到可以送燻雞了 禮物了 這個畫面可以播出嗎 這可以換氣耶 對 我肉開一看其實頭就好了 怎麼這樣都躲不掉 但是到處都是頭耶 現在沒辦法帶多的 到底有哪一個是頭 貼我一下耶 好好好 OK 我們這個買回去當燻雞的生日禮物 燻雞指定的啦 這真的可以用嗎 我要送誰咧 就... 等一下 你剛剛心中想到誰 我覺得有趣的東西很適合 不可 我看到沖繩的 也有賣穀腸肉 Fan的周邊 超可愛 我剛剛看 好可愛哦 我最喜歡這種小飛舞 那你的粉絲以後都叫小飛舞 真的好可愛哦 多可憐 它只是最後一個了 可以買嗎 你怎麼看的就好像好吃 有時候就是個感應 我們要有一個勇敢嘗試的心 I have sense 我看你的 sense 你的 sense如何 我跟妳講台風天 大家果然首選就是吃炒麵 這邊幾乎被掃光欸 真的好少 被什麼選擇的感覺 這邊是 這邊是 就是 不像台灣 台灣都把它放了 是不是 為什麼這邊有一罐綠茶 這放錯位置嗎 不是 這是 什麼呀 這是綠茶吧 它不是綠茶而已 第一次見到這種東西 我之前都一定會來 唐吉克的買襪子 這種的很Q 後面的比較適合你 都是吃的 好可愛 炒飯 想要 不是 喜歡炒飯 欸不對 日本的那個真的很多種 男人應該穿這個台香 這邊都蠻特殊的 有啊 買的 小學生 小學生嗎 是Kevin的個人喜好吧 真的服裝蠻可愛的欸 啊 怎麼靠是那個 我推啊 我推 我推的孩子 那些都合理欸 買這些廢物 對 你都適合 喔 你很會欸 你很會欸 我們是一坨 黃金欸 我們被關機了 我們被關機了 裡面 它很多薯條欸 欸 欸 有 有大白鯊欸 欸 真的有大白鯊欸 欸 真的有大白鯊欸 那一天泡澡一次 我們要開多久 來開玩 酷筆了 我們剛剛真的是逛爆欸 買爆 我們已經逛到大概 它要關門前的欸 兩點多 OK 那我們趕快回去吧 好的 我們剛剛已經去唐吉克的 拆買完了 現在就要來準備開箱 開箱的第一個呢就是 我身上這一套 衝起來不知道會 為什麼有一種 大人穿小孩衣服 的確它就是這樣的設定 以那種close play角色服來說 它其實並沒有很貴 然後擺一樣的pose嘛 這樣 還是可以裝一下可愛 我們買了滿多沖繩限定的一些小餅乾 薯條 這一盒日幣450元 它長得很像乾燥薯條欸 三年三班手工薯條 很紮實的 看起來有古早味 這是一個古早味餅乾 很神奇 就是那種傳統餅乾有一個這個味道 對…那種 第一口我覺得會怎麼樣 但是越吃越刷嘴 然後呢 我還買了它的卡丁卡丁的苦瓜口味 它長得好苦喔 吃起來有苦瓜的味道嗎 吃苦瓜的人可以吃這個耶 它應該吃不出來 對我來說有點不夠苦 我們還有買了 地瓜也滿有名的 這個是638塊 我也以為紅綠的那個地瓜塔 外面這個會是脆的那種塔皮 它是軟軟的耶 這個我很喜歡 紫地瓜的香氣很濃郁耶 我知道是上什麼花蓮的那個 歡酥餅 開開一個香音 歡酥餅 我們的黑農戀人來了 這個是八百六十塊錢 給大家分享一下 哇 妳在包裝 妳看她臉 妳看她臉 很幽默耶 而且還是板著在臉 其實滿可愛的 人家很用心啊 紫地瓜的味道 可是它的鮮料沒有那麼脂 但它這個比較甜一點 我覺得剛剛那個反而沒有那麼甜 這個我覺得送禮滿漂亮的 妳們送到不開心嗎 漂亮還是有 送到會開心吧 快笑出來 我們又買了一個沖繩限定的泡麵 這個158元 我們請小幫手 紫儀小精靈 那我們下一個開箱這個是 Ban 午餐肉筷子 我看到沖繩限定就 不容易腦剝弱了 我們現在試吃沖繩限定的泡麵 它其實看起來有點簡易 不是很華麗 它是上面一片豬五花肉 豬五花有肉感耶 它的麵滿舒坦的 它很像是我吃的開箱 唐吉祐的那個蛋黃麵 的那個麵條 就是那種清爽的味道啊 我們那個薑味是滿特別的 因為不時會吃到一點那個薑 會有這種 你在這 吃個麵這麼多 你也沒喝 來 我們既然提到喝酒是不是 我們又看到一個這個 琉球酒好傳說798塊的日圓 它其實就是類似薑黃素 飲酒的10到15分鐘前 可以開始吃這個 然後我們還想說買了小琉球 小琉球 小琉球 沖繩呢 又很有名的就是他們的泡盛 那其實就是蒸六九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就是有 比較多沖繩的特色的 加紅玉跟黑糖 我們來實測看看 好 我們現在進行這個 酒豪傳說的實測 哇哇哇 很多小琉球我玩耶 找一顆應該沒事吧 我們15分鐘後開始喝酒 我們現在15分鐘過去了 喝第一個這個 從酒精濃度低的開始好了 聞起來很厲害 什麼 就是一些很辣的酒啊 聞起來聞不出來 它有什麼紅綠什麼黑糖的味道 那我就不需要這食物 哇第一口我就熱了耶 我現在還算滿清醒的 我好像還算清醒是我的問題 那個問題的問題就對了 它只是上來的比平常滿 因為我平常它一口就上來 所以如果我要可以喝很多就是 一次要灌六包是什麼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好的酒豪傳說稍微延喘 但是它還是適量飲酒 不要過量 逼自己的身體狀況 等一下你眼神 看這裡 我的鏡頭在這裡 你看這裡 好的 怎麼辦 好熱喔 我要脫衣服 這個起司蛋糕我有feel 這個才600塊錢 我覺得很便宜耶 因為它的logo是一個老奶奶 會覺得奶奶都很會做菜嗎 好嗎 它有那個蜂蜜的香味 那種海綿蛋糕的感覺 欸 我跟你講 你這個價錢的來說它又是冷凍的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它口感很綿耶 這個很像那個 反正我要講什麼 來來 我們幫你講 請美食評鑑價 怎麼樣 有feel嗎 對啊 對吧 我的sense 我的雷達 它告訴我它好吃 完全不會甜膩 大家如果有機會真的可以買這個 重點是它不貴 600日幣很便宜耶 你們要試試看 齁齁齁齁齁 不知道為什麼我這樣 有 啊 開車燈車座 等一下 其實每一次逛唐吉科德呢 自己個人後來非常喜歡 很可愛的泡澡球 裡面呢都會有不同的商品 像這個的話就是 蘇挑 然後還有這種 飯糰 喔 這很容易被植物類的吸引耶 然後這個是500塊 閃電麥坤 我可以都泡給大家看 泡完之後 給大家看這個 每一個裡面長的樣子 今天開箱的是 第一番團造型的泡澡球 看看你是什麼口味的 有蝦子 鮭魚卵 梅子 鮭魚 明太子 今天的是什麼口味的呢 我希望是 蝦子的 這是什麼 這是梅子嗎 這是梅子嗎 這是開箱的三個泡澡球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卡系列的 這個長得很精細小巧 再來是 還有筆的薯條零食 個人覺得 有個唯一的抽獎是這顆梅子 好像是超美耶 不好吃的梅子的感覺 但是 我好像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覺得沖繩 有很多自己當地特色的一些商品 Van的話是其中一個 是一個午餐肉的品牌 沖繩在吃大餐之後 有留下一些美軍文化 然後就跟沖繩當地的料理 有一些結合 變成一個沖繩料理特色 然後就覺得 這隻商品太可愛了吧 然後還有出這個拖鞋 這個的話就是大概2300塊日幣 後面還有這個 這個拖鞋帶超可愛 這個想說之後 我們跟著這樣買 用這個去裝我們的食物 那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的話呢 它是900塊日幣 它說起來就像這個錢包的大小 我覺得外出真的很實用 因為有時候袋子 沒辦法弄小一個的話 你訂得得 滿版的午餐肉 我們真的是在午餐肉上面撕青空耶 好 我們就開箱完所有 唐吉科的沖繩店的商品 那我們呢 飯手禮系列呢 可以買 紅玉的這個塔 這個真的很像是沖繩版的話 連玉 但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另外一個 如果你想要選一些包裝有特色 有記憶點的 我滿推薦這個 黑諾戀人 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 喜歡吃那種 起司蛋糕可以試一下 但我這次買了滿滿意的 限定的一些小商品的話 我覺得購物袋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而且它又防水 你知道颱風天 很需要防水的購物袋 而且它真的不貴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看又好用 那這一次呢 因為想說來到沖繩 然後有一些限定商品 所以呢 有特別準備了兩個小禮物 要來送給大家 登登 是不是超可愛 我想說呢 這種帆布袋的話 其實男生女生都很適用 很中性 而且很好裝東西 只要在我們的影片留言處 留下指定留言 就有機會抽到我們 為大家準備的小禮物喔 好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大家有想要再看到 我們開箱什麼樣的東西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記得留言喔 那個 因為我們 原本人有要試測這個 就來帶了 照點好不好用 嗚呼 呦 這個手感 這個手感真的很大 好玩喔 好玩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